拌这个冷面竟然把我的手臂都给拌拴了 现在是下午4点钟 但是店里一个位置都没有了 付完钱会给一个这样的小卡牌 就拿着卡牌出去领饭 然后再自己加点料 他家的冷面就是这样洗的 这是自己撒的辣椒粉还有肉酱 我里面还割了一点白糖 这一份是12块钱 据说他家的大骨头也很好吃 这一份是40半末倒 我现在在外面坐着 屋里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都是他们大老爷们在喝酒 找了一个角落坐在这里 看这个冷面 拌这个冷面竟然把我的手臂都给拌拴了 想想都很劲道 好大的声音 它又见又劲道的 这个口感 我不好形容 感觉像吃米粉一样 凉拌的米粉 这个辣椒不辣 冷面整体是鲜咸的口味 听说他家这个大半骨很好吃 就是有点贵 这一份里面有4块 是40块钱 还挺好吃 骨头很好吃 冷面第一口吃的时候 有种很奇怪 说不上来什么味 但是又有点好吃 好吃就是有点难吃 都是骨头嘎大里面的那种 半磨斗 很浓的虾油味 还不错 它在头上都是油和鸡 混合在一起 很香 就是肉太少了 还没吃两口就没了 但他家冷面还不错 试试放点醋 展阳这边的饭都比较偏甜 但是这个冷面是纯咸口的 可以自己加糖 我刚才是加了一点糖 不过没有尝出来甜的味道 主要还是偏咸 加了醋好吃更多了 这些什么东西 12块钱的冷面里竟然还有这么大一块肉 这是什么肉 牛肉吗 香菜真好吃 今天这顿饭就到这里啦 拜拜